中国大陆的媒体报道日前透露 曾经识别出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豪表的大V 花总丢了金箍棒 目前被北京警方带走 这是中共当局继秦伙伙还有力二差四 以及薛蛮子刘虎周禄宝等网络名人之后 抓捕的又一名有影响力的网络人士 南方都市报9月17号最新发布的快讯说 北京公安局朝阳分局刑警大队相关警官证实 网名为花总丢了金箍棒的嫌疑人正在接受审讯 报道并演述了中国奢侈品专家欧阳坤的话透露 欧阳坤作为受害人到刑警大队作笔录时 看到花总戴着手铐 去年8月26号包茂高速发生重大交通事故 造成36人遇难 陕西省安监局局长杨达才在事故现场 一张面带微笑的图片引发公众不满 随后有网友人肉出 他在不同场合佩戴的各种名表 花总因为鉴定杨达才的名表 成为中国网民关注的粉丝众多的网络大V 花总也因此被称为反腐英雄 媒体还颁发给他各种年度人物的奖项 尽管花总名号广为人知 但是他的真实身份一直没有被公开曝光 大陆媒体曾采访过他 将其描述成一副书生模样 身材偏瘦 脸庞白皙 戴一副无矿眼镜 现实中他是某家移动互联网公司的创始人之一 34岁 对花总被警方居传的消息 有网民调侃说 花总丢了金箍棒 戴上了手铐 9月18号下午2点多 花总在微博上发布消息 声称已经获得自由 中共当局近来抓捕不少网络名人 指控他们制造和传播谣言 他一方面他目的就是侦涉这些 这些所谓的网络大尾 不让他们说话 不让他们找不到一些敏感的东西 实际上卸在这些网络大尾 中共觉得对他们很有致命的危险 因为像薛蛮子那很刺激切都外 他如果转一个东西的话会影响很大 8月25号 大陆各大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了 薛蛮子涉嫌嫖娼被警方拘留的消息 薛蛮子嫖娼被抓后 花总在微博写道 我与蛮子只有一面之缘 也无生意往来 当面就劝过他尽早软着陆 轻摇反摇本是正当之举 但运动式批斗5点大V 就难免让人猜忌意在佩功 不过就在中共大肆抓捕网络大V的时候 中纪委开通了网站并宣称 将第一时间在网站发布所查办的案件 特别是一些重大案件 还计划下一步开通微博微信等 目的是为了加强与网友交流 中共喉舌人民日报9月18号 发表了中共国家网际网络信息办公室主任 卢伟特文章 文章强调要把网上舆论工作 作为宣传思想工作的重中之重 并提出要牢牢掌握网上舆论的 所谓领导权 管理权 话语权 7月17号 新华社记者周芳在网上曝光 某正部级宣传口领导人参加人奶宴 豪西美燕少妇人奶 7月22号 搜狐网率先指责周芳造谣 在周芳驳之后 有关人奶宴的揭发自此在网上销声 来自新华社内部消息说 周芳目前已经被控制 直接指使打压周芳的是卢伟 而卢伟正是那位喝人奶的宣传口正部级高官 请不吝点赞订阅